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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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Take a Look 你是否每次在看科幻片的時候 總是羨慕劇中的人物常有一些酷炫的道具呢 今天Yuki要為大家開箱介紹的就是 有如星際大戰駭客任務般高科技的風扇觸控面板 Centrary 3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外包裝有Sentry 3的產品照片 以及它的產品特點 還有它的產品規格 開箱後我們可以看到Sentry 3一台 風扇連接線 電源連接線 溫度探測器 以及安裝螺絲 束線帶 現在我們已經將Sentry 3連接了五個風扇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外觀是一個黑色霧面的造型 適合跟任何的機殼做搭配 它的面板的部分是一個5.4吋的觸控螢幕 其實還蠻大的喔 它一共有內建三種模式 可以用這邊做操控 我們按一下 這邊Q就是指Quiet靜音模式 再按一下呢 P Performance高性能 那在P跟Q的操作下 它會依照電腦系統溫度調整風扇的轉速 那我們也可以透過在每一個不同的風扇來看一下風扇目前的狀況 好 接下來呢我們再按一次就進入了手動 Manual的模式 那手動呢 則是可以一個一個設定風扇的轉速 比如說我們來按5號風扇 按按O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5號風扇呢 它慢慢的停了下來 好 然後我們再把它打開來呢 現在又可以正常的運轉 那現在值得一提的呢 就是Link的模式 那我們如果將Link呢 長按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個L開始閃爍之後呢 就可以選擇連結呢 來控制你同時想要控制的風扇 來我們選擇135 再按一次Link做確認 停 哦 大家可以看到了嗎 135的藍色的風扇呢 它同時就停止了 那如果要再開始的話呢 再按操作就可以囉 是不是很輕鬆呢 那如果要截除的話呢 就按再長按一次Link 閃爍之後呢 我們按135 再按一次Link呢 它就截除了 所以呢我們也是可以一個一個 看到不同的風扇現在運轉的狀況 是不是非常的輕鬆啊 剛剛我們所提到的溫度 是它內附的溫度探測器 現在我們來做一個小小的實驗 Tagloo呢 準備了一個冰水以及熱茶呢 來將我們溫度探測器 放在我們杯中的邊緣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呢 它的溫度探測器 反應非常的靈敏 溫度呢 升降非常的迅速 那風扇也會因為溫度的 驟降呢 有不同轉速的變化喔 另外呢在溫度方面 它還有一個安全功能 如果呢溫度超出 設定的溫度的話 就會發出警報聲喔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安全功能 就是如果 線路脫落的話 或是風扇卡卡呢 也會發出警報的聲響 還會告訴你 是哪一個風扇出了問題 所以它的安全保護 是非常完整的喔 總歸來說呢 Sentry Free呢 在安裝跟使用上面方便 而且呢 它的觸控面板非常的靈敏 不過呢要提醒大家 如果手指比較大的朋友 可能就比較容易觸控到其他的按鍵喔 但是呢 由於它的溫度探測器 只能照照顧到一個硬體 比如說像是 CPU GPU 或是主機板上面 不過相信未來的日子裡呢 NZ XT呢 在Sentry系列呢 一定有更大的進步喔 好的 這就是我今天以上的介紹 不知道大家看了今天的開箱文 對於Sentry Free呢 最喜歡哪一個部分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 影片下方有連結 可以連結到我們的 Facebook Google Plus 以及Take a Look的官網 記得幫我們分享 按讚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是Yuki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